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我們平時喝的水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錄氣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器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順色 健波能量活水器 生命資源、健康之存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288248 網址3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言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發力的人生 Hello 袁醫生 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Hello 大家好 我們今集會繼續講講關於孕婦的毛病 今集就講講孕婦便秘 我知道孕婦經常都有這個問題 袁醫生 那孕婦便秘 怎麼算好呢? 好了 為什麼孕婦懷孕期間容易出現便秘呢? 第一 荷爾蒙的改變 記住 荷爾蒙的改變 第二 原因是因為有時兒子 在那個位置聚著大長的位置 還有是因為我們的纖維和飲水的習慣 所以導致很多孕婦便秘 很多時候孕婦便會貧血 我上一集也有提及這個問題 很多孕婦便會貧血便會吃鐵丸 哦 會便秘 鐵丸其中一個 有些我們叫做ferrosulfate 這些流化鐵丸 這些鐵丸很容易導致便秘 所以這是一個原因之一 好了 怎麼處理呢? 當然呢 飲食行鮮 吃多些高纖維的新鮮的水果 還有蔬菜 是 原症的谷類 還有豆類 是 可以幫助我們的身體 即是那個大便的次數 乾的水果 大家有沒有記得 很容易常用的呢? 就是什麼呢? 西梅 是的 西梅 有些是吃西梅 有些是喝西梅汁 有些是直接不要緊 拿些乾的西梅 自己浸水便可以了 是 有時候你未必買得到的 那你浸水 就是用一堆西梅 拿一瓶水 放在雪櫃那裡 到時就吃西梅 喝西梅水 OK 當然喝水很重要 每兩個小時起床 喝多些清水 也都清洗我們的腸狀 有些人喜歡起床 一早起床 就是喝一杯熱水的 是 在早餐的時候 原來呢 早上喝這些熱水 尤其是喝那些 例如那些 草茶 那個 herbal tea 或者喝那些熱水 加一些檸檬汁呢 這個呢 就會換成我們那個 比較懶惰的 睡了覺的 消化系統來的 這是我們在飲食方面 可以改良一下 試一下 試一下 第二 有些什麼要介食 當然要減低那些太肥膩的食物 油脂多的食物 煎炸的食物 因為這些食物呢 是會令到 即是 令到我們那時候 腸的 會慢下來 因為它需要很多時間 才能夠通過我們的腸道 那麼這些這樣的肥膩煎炸成為 在這個時候 盡量要減少 好了 那有沒有特別的處方呢 是吧 便秘的處方 大家都知道 就是那個纖維 那最有 有一種的 骨的纖維 就是什麼呢 是車前紙 Cylian Cylian 那種車前紙的殼 通常呢 就用一個茶匙 或者用五個gram 一、兩次 就這樣吃 通常呢 就是 是用那個 用水 大概十安士 一大杯的水 是吞伏的 那車前紙是做什麼呢 是幫助我們 是製造一些 bulk 就是 多些纖維 是不是 纖維呢 令到我們那些糞便 我們的腸裡面 是那個 就是那個 固體呢 是膨脹 是多些的 那就是一種 是bulk forming lexative 就是這種 用這個推勁 那知道 如果你的那個 那個糞便呢 是弄得大了 肥大呢 那會刺激我們 去腸收縮 是吧 所以呢 就用車前紙第一 第二呢 我就要用那個益菌 我現在 最近在加拿大 和一個同學 聊起來 那它現在就有很多些新的治療 其實呢 我們很多的病呢 都是因為我們的腸裡面 那些益菌的問題 嗯 所以我們腸的益菌 數以千計 那我們的食物裡面的抗生素 呢 治療裡面的抗生素 和醫生開放抗生素 其實大大破壞 我們的腸裡面的益菌 是 所以是 盡食分的益菌 那個 Lectobacilla 乳酸的益菌 還有 Bifidus 這方面 最基本的方面呢 是大量的復應 OK 等一些不同的益菌 在腸裡面 那 第三呢 就用Corella Corella 是小球醋 就是 我們在公司外 就說 用那個Bally Green 因為Bally Green 很多熱綠素方面的工具 那這個是一種 很簡單的 營養補充劑 好了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 記住了 我們還有 同類療劑 是吧 是 那同類療劑呢 都是要對症 就是不是這樣 便秘就用這一種的 是要對症的 那我要先跟大家介紹幾個常用 一個就是那個Cepia Cepia 是蜜魚汁 是 蜜魚汁呢 通常呢 對那個荷爾蒙改變的女性 或者根源期 是很有用的 那在懷孕的期間呢 有荷爾蒙的大量改變 那通常呢 是 蜜魚汁的孕婦呢 通常呢 是比較常用的 是敏震啦 又怕冷啦 那大便當然呢 就是很硬啦 是安不住啦 那還有呢 整個感覺呢 那個肝門那裡呢 是有一些很重的感覺的 是 還有呢 那個腹部呢 好像有些很下墜的感覺的 那而Cepia 蜜魚汁的女士呢 在懷孕期間呢 是很喜歡呢 是吃朱古力的 OK 那這個就是蜜魚汁型了 第二個療劑呢 是馬前子 是Nuxmormaker 那馬前子的人呢 通常呢 都是他有一種 想蜜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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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圓的 哦 我有一種一間之後 又站起來了 又要去那樣 那馬前子呢 都是很敏陣啦 是 很大壓力啦 工作方面啦 之如此之類啦 那他們呢 通常呢 就會吃很多些 那些 工作狂啦 那就會導致呢 就是 小運動呀 工作多呀 飲食方面呢 都是吃得很不節制的 那這個呢 是一種馬前子的 形的便秘啦 好了 再介紹另一種呢 就是 Net-Muriaticum 嚴型的人 嚴型的人 的女士 那嚴型的人呢 當便秘呢 的女士 通常呢 就是很喜歡吃咸東西的 就是很容易知道的 那通常的人呢 是比較上呢 是瘦一點的 臉比較瘦一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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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們很喜歡吃咸東西 那還有呢 有少少傾向的 是那些 情緒低落的 有些不開心的 那這些嚴型的人呢 是不喜歡曬太陽 不喜歡太陽 不喜歡太陽 那時候呢 你見到他經常是 戴著太陽眼鏡的 那原來呢 他不是很喜歡太陽的 也不喜歡去海旁 去的 就是海水啊 鹹的東西 令它是有點不舒服的 那這個也是慣用的 鹽 是慣用的療劑來的 那最後呢 另外一隻呢 就是什麼呢 是一個石蟲 Nicopolium 那石蟲型的人呢 通常便秘 還有很多氣 OK 很多氣 很脹的 OK 那石蟲型的人 中食甜的 不像那個鹽型的 那種是鹹的 是中食甜的 還有它的症狀呢 通常呢 是下午 四點到八點 那段時間呢 是會比較差些的 那而這種便秘型的人呢 是很喜歡喝點暖水 是 他不喜歡喝冰凍魚的 那這種石蟲型的便秘的療劑呢 好了 當然啦 大家知道 不要忘記啦 很簡單 很簡單的工具呢 就是那個碗腸水療了 大家知道明白啦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呢 在很多年前呢 是第一個引進那個碗腸水療 進入香港 可以說亞洲的國家呢 是我們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碗腸 是第一個引入來的 那這個一個是 很多人說 哇 會不會 行不行啊 好不天然啊 知而知 很多人都對碗腸道 是很不明白的 那大家要了解呢 碗腸呢 就不是用水幫你 強行去沖些東西出來的 碗腸呢 其實用水呢 是幫你這條大腸呢 做水力混合 是 因為水呢 本身呢 是會軟化你的分別啦 令你的腸呢 是滋潤它 讓它吸收多些水分啦 大腸的主要工種呢 是吸收水分的啦 那腸呢 也都是 本身有重量嘛 有體積的嘛 那這些這樣的體積重量呢 是會 賺到你的大腸下面呢 就會令你一種 有一種便意啦 嗯 所以簡單來說呢 是會用水呢 是用水呢 替你的大腸做水力運動 OK 那這個也是非常之有幫助的 那當然呢 運動啦 是吧 最簡單的運動呢 就是步行啦 即是速步速力 即那個吃飯 有空呢 就是做多些快步的步行 那這些是全部呢 是一個孕婦 是很容易受得到 自己可以處理得到 這個那個便秘的問題啦 嗯 明白了啦 如果大家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和原醫生 約約會診 2577-3798 可愛的聽眾 亦都可以 用Skype 和iPhone的Facetime 和原醫生網上 會診 可以E-mail去 csat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3W.S-O-U-R-C-E-W-A-I-D-O.com 或者 上回YouTube搜尋 自然了發語蜜 就可以聽回我們的節目啦 多謝大家收聽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 sex 四名情況 健康產品、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 陸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www.healthshop.com.hk